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第一个是大家可以看这是之前 Jason在点华的婚礼 然后他是从这个七彩楼梯 下来到他的宴会的会场 所以这个七彩楼梯 七彩楼梯就是很像夜店那种会亮的那种 他一踏上楼梯 颜色就开始亮起来 而且是LED灯 对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炫 所以还有音乐的吗 就是可以跳来跳去弹钢琴那种 音乐的话是现场放啦 很像王力宏的电影 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有个蛋糕舞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新郎新娘可以站在上面 对 他们可以互相把就是彼此的誓词念给对方 那这蛋糕舞台之前也有新人士 可以在上面丢捧花 讲不好就灯就要按掉 对不对 上上下来 在选秀节目 在选秀节目的 结婚了 男生通常都讲得不太好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舞台 其实都是平面的 那当然在丢捧花的时候 新娘都会被很多朋友挡住 对 所以如果有个舞台可以升上来 新娘就会突出 然后就可以丢捧花给大家 对 所以这是蛋糕舞台的一个设计 对 好 那再来是最近还有比较流行 现在很多婚宴的场所 会开始有一个仪式堂 好漂亮喔 是 这个是应该是源自于很多新人 都喜欢去关岛做海外婚礼 那现在在台湾就可以直接有个 这么漂亮的玻璃教堂 所以这是你们饭店有这样的一个场地 对 好漂亮喔 就是为了女生们的梦想 盖而成的玻璃教堂 所以这是实际的一个 新人在这边里面办婚礼的样子 对 很浪漫 对 然后通常这种浪漫的婚礼都是 拔拔牵进场的 这是反反反反反反 拔拔牵进场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西式的一个仪式的婚礼 这是仪式堂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最酷炫的 最酷炫的 我们的独家研发的一个 升降的伸展台 可能这个看不太出来 升降的伸展台 对 在这个位置 跟教会演唱会一样 对 你看到所有的那个宾客 都是坐在这边平面的 然后他们是升起来比较高的 所以不管坐再远的宾客 都可以看到新娘子 很漂亮的白纱 很漂亮的玩礼服 这是伸展台的一个设计 对 不过呢继续呢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的是 这个今天我们的 Julia准备的 现在在婚宴当中 还有一些特别的菜色 跟特别的婚礼小物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哇 这现场真的 好幸福满意婚礼的感觉 真的好想结婚了 你确定吗 真的有种菜色 感幸福的 没有这种菜色我们吃就好 不一定要结婚 对 来 今天来介绍一下 其实现在的婚宴菜色 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一定是那种 家长一定说要有面子 海泽皮那些的 大鱼 大肉 鱼刺 鲍鱼 鸡要整只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一桌 好像已经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感觉 对 像刚才Paul说到的 就是有什么海泽皮 那现在其实它的拼盘 我们走的是一个 颜色看起来漂亮 丰富 不会负担这么重 加上第一道是 全部都是蔬果 而且像奇异果这种酸的 它其实会比较偏开胃 真的 挺开胃 跟我们以前完全那种 感觉不一样 因为太动我边介绍 所以这就是取代以前的冷盘 对 对 然后加上刚才说的 还是要有面子嘛 所以有大的干贝 还是要有一些好的食材 让长辈觉得无名字 看起来 不然长辈都觉得只有菜跟水果 好像去菜市场也买得到 对 长辈的意见最重要 有的时候最欢就是那些长辈 好爽喔 不会欢啊 好好吃 加上它上面淋的是和风酱 跟很健康的那个坚果 在其中 所以你会吃到软的 跟硬的口感 夹夹在一起 局长应该也吃过很多婚宴 对不对 当婚故的 对 是 所以这算很特别的 跟一般我们平常看到婚宴的菜色 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而且我觉得长辈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不会太 其实是中西和平的那种感觉 一方面新人也可以OK 一方面长辈也觉得说 就不会没有面子 对 然后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比较偏健康跟养生 所以就是负担不会很重 不会很油腻的一道开胃的拼盘 对 你们都吃那个厉害的食材 我刚刚吃了 那这个汤呢 汤的部分 汤的部分其实近一两年来 其实婚宴蛮多人都说 我们不要再吃鱼翅了 对 所以你用花椒 对 花椒 来替代鱼翅 因为我们服务 这个叫是什么 包 生 赤 肚 肚子的就是花椒 它指的是深海鱼的鱼肚 是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珍贵的食材 对 但是就是不要去吃那些稀有保育的东西 而且你还有这个竹参炖鸡 就算竹参炖鸡 它这个竹参炖鸡很厉害之外 它有一个要养肚菌 养肚菌是什么 对 方式料理 对 方式料理 它应该在下面一点 这是竹参 它是 八式料理会尝尝到的 不是 这个很像烂掉的红枣 不是喔 哪里哪里啊 这个 就这个啊 我们是每次教我知道是这个 对 刚刚看到头 这个八式料理才会有的 对 这看来很像烂掉的香菇 对不对 但是香味非常的浓厚 而且非常的贵 对 它什么 就吃汤啊 完完糟又不吃 烙完又不吃 对 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吃那些有争议的 但是又有一些 比较高级食材的取代 因为那种 现在鱼吃越来越觉得说 有些环保的概念 尽量不要吃 所以就改用 但是同样高级的食材 对 来喝它 因为长辈一定说 你如果没有太高级的 什么杜片啊 什么那种 不行 一定要有什么花椒 羊肚菌啊 竹参的那些 对 所以我们经常他们会要求菜色 会要求你们去那个 care它的菜色要好一点 对不对 其实通常新人都会习惯 在婚礼前 都会先去试菜 对 因为试菜很重要 对 对 大家可以去 因为通常新人在当天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 好好的享用这一顿 对 所以他们都会在试前 会先去试菜 先吃试看这样子 对 先吃试看 然后也知道 当天宾客可以吃到什么样的美味 而且有一个重点真的是 如果你的菜色不好 不OK的话 这个时候会被讲十年 真的 没错 上次我去Paul的 上次我去治愈的 Paul 那个菜色有够 以后你要办 不要跟治愈一样 不要跟Paul一样 所以这菜色一定是重要 是为了给厚了面的人搭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同事结婚 然后菜色被嫌到不行 然后他一直被嫌 嫌到最后他生气说 好 你包多少钱 我退钱给你了 然后他说你包两千 好好我找六百给你 所以菜色非常非常重要 对 来 然后这个甜点 这甜点我们要先看它的摆盘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种感觉 以前就是那种瘦桃 这种中式的这种东西 唐园 唐园 对 它像也是有点双拼 就是有瓦子 日式的瓦子 跟西式的蛋糕 那它重点是 我真的很想吃 对 而且你看它还有这个字 好漂亮 它是不是有DNG 是名牌的意思吗 它这个是新人的名字 然后它是它婚礼的日期 对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除了这个很 拼盘的特别之外 然后加上这个Logo之后 就是主题心又特别都跑出来了 而且其实这种瓦桔 也是有跟汤圆一样 就圆圆满满的意思 对 并没有局限在这种汤圆的意思 这瓦桔看起来好好吃 白泡泡又迷迷 仿佛是随堂的皮肤一般 是这样讲吗 好吃吗 有点像那种冰淇淋的感觉 里面是冰淇淋吗 而且还有红豆 应该不是冰淇淋 应该是因为冷冻的关系 冷冻的关系 那个是那个奶 奶泡 好好吃喔 加一阵沉默 那我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年轻人 就是说亲友 就是我如果是这个 那个新郎新郎的这个朋友 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年轻这一辈的人 会很接受这种感觉 对 而且像这个巧克力蛋糕 真的很好吃耶 因为年轻应该都很喜欢这个 也不会太甜 好重要喔 真的 非常非常的好吃 太棒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式的结婚 不要让大家吃的太有负担 然后呢 又可以换到高的食 高档食材 对 又不要给人家烙画饼 说你这个婚礼不还吧 对 人家会想 好好吃喔这样 太棒了 好 那么到底呢 这个六月要结婚 还有哪一些要注意的点呢 现在还有哪些流行的婚礼趋势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所以啊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服务 对不对 在典华这边就是相关的服务 就是喜宴婚纱 喜饼婚固 全包 就是婚固也有 通通都可以这样 对对对 像刚才说的宝宝我们也有在做 然后未来我们还有想要做幼稚园 月子中心啊 更广阔的一个那个 所以就是一条边 那个边更长了 对对对对 是幸福延续的边 幸福延续的边 你看真的是非常会赚钱 不过呢我们就言归正在回来谈 我们看现场这个很多的一些 相关的婚礼小物 这也是一块好大的市场 现在可以说各行各业 都希望可以抢这个婚礼的大饼 包括像送礼嘛 对不对 我所有的商品都可以送 我们现场看到了 这个是应该是Julian的 有金兰酱油那是怎么一回事 对 主要是我们会希望那个 新人的感情越来越纯 越来越香 所以他就是送给宾客 这样子的东西 那加上新人可能进入婚姻 就开始要碰柴米油盐酱酥茶 这也算是个婚姻的开始 我想说我还以为去吃 喝那个喝喜酒 然后要倒水饺啊 水饺酱酱酱酱 不够味道是不是 直接打开 而且它是迷你品的又很可爱 对对对 它那个有非常可爱的包装 有特别设计款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现场 好可爱的一个喜字 我们来看这个喜字的 磁铁 对对 它当然一个是喜气 然后我们当然是 规划一个东西是食用 所以客人才会留下来 一直留着 然后看到这个喜字 想说我是参加谁谁谁的婚礼 就可以连在冰箱上 对对对对 以后就采米油盐酱醋茶 老公去买一瓶酱油回来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是很好的设计 因为以前有时候 我们去参加婚礼 你那个送的东西你都觉得 不实用 就是带回去 然后就是 钉尾 然后丢掉又是 又乖乖 这总是个喜气嘛 对 就觉得两难 但现在他们其实 我们大家看好 他们很多小镇是 第一个爱不释手 除了装饰用以外 第二个除了还有实用性 刚才我看到好多 我好想带回家 对好可爱 然后你看Julia 你把你的那一桌介绍完好了 你看除了有磁铁之外 下头一个很可爱 客家花布包的 那是什么 那是米 洗米 那像之前那个郭台铭先生 郭董他们结婚的时候也送米 也送米 对 所以开始从那边 变成一股蜂巢 大家觉得送米好像很健康很欢暴 又很食用又可以吃 对 所以延伸出来连酱油都可以送 对对对 就是以后有的不的都可以 拿起来送一送 对不对 然后前头还有一些很可爱的 像也是用客家花布包 小小的那个 那个是小肥皂吗 这个是茶砖 你手上就有 对 那一样也是指 越浓越香的概念 茶砖是什么 泡茶的 对泡茶的 对 那也有茶包 但我们是觉得茶砖 好像设计更特别 对 而且包装都要包装得很精致 对对对 然后给他一点喜气这样子 对啊 因为现在创意无限 就是新人还是希望自己的那个 东西是有记忆点的 对 像你前头我看到 还有一个洗的杯子 那个好可爱喔 这也是那个 洗字的杯子 那是两个杯子还是一个杯子 对对对 一对 打开就是两个 然后把它凑制在一起 就是一个洗字这样子 那就是象征婚姻生活的开始 两个人 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然后变成一个死子 然后从天堂掉到地狱 没有啦 幸福的意思 没有啦 那我们这边都是幸福一辈子 就很幸福一辈子 一杯子一辈子 对 可以用的一个购物袋 对很可爱 对 那你前面那些照片 那个是帮他们做的洗帖吗 这个是 现场做的吗 现场的布置吗 这个是新人的照片的磁铁 磁铁 对 那他这个很特别是 他这个是讲到 除了这是新人 他的背后是 他的爸爸妈妈 三对 因为主要除了新人之外 双方是主婚人 我们觉得也是主角 所以他这个就是 对 对 所以是伴手礼吗 对 算是送的礼物 对 对 非常非常可爱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磁铁也是 大家可以回去贴在冰箱的那种 对 也是可以贴在冰箱的 这有一种风险 你要小心人家上面 对 我觉得 或者是那个时候 对 画胡子 画双几个王 很糟糕 所以其实现在的婚礼 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 以前觉得好像很严肃 大开眼界 对 现在的婚礼 感觉是很欢乐 像是一场party 像一场嘉年华的感觉 对 然后把这种幸福的感觉传递出去 而不是 纯粹只是一个传承 或是一个仪式 那现场又这个 又是好东西来了 又是好东西那样 对 这个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喜饼 现在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趋势 以前我们就是拿那种 古式的那种 然后用猪油炒的那种 酥皮的那种 吃起来就比较油一点这样子 画饼很好吃 对 很好吃 但是根据传统人 这种健康的概念 可能比较不适合现场饼 对 然后后来的喜饼 就是很多很多的饼干 对 很多饼 然后可以放很久 就放很久 但是放到最后就是你知道 就软掉了 也是没办法吃不完 对 所以呢 现在连喜饼都有进化 进阶版 来 我们来看这个 Julia 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你们这个 婚姻宴的一个场地 然后结果你们饭店 还有出自己的喜饼 对 就像刚才听到 各位的那个声音 然后听到我们的心声 对 对 所以点环以自己 就是有自己的喜饼品牌 然后就是跳脱 以往传统的一些大饼 所以我们做的是冷餐的蛋 谢谢 所以你们不是饼干 也有饼干 也有饼干 手工饼干 它这个算是第一代的饼 我们的饼 然后这是第二代的饼 怎么说呢 因为通常像台北的清油 它也是会有些中南部的清油 要拿饼 可是冷藏的这个蛋糕 它的保鲜其实比较弱 这个保鲜应该比较短吧 对 如果中南部的一些清油 可能没有办法保存那么久 对 然后加上它一定要冷藏的栽培 所以对新人的消费 你想吃哪一个 太高了 好精爽 所以如果它其实都是北 其实想吃这个 北部的一些清油的话 我们会建议它 可以送这个 这是蛮有创意的 那如果是中南部的一些清油 它其实还是以饼为主 对 还有手工的饼干 对 所以这是手工饼干 然后这是北部的清油 比较靠近你们饭店的清油 那这一盒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 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洗饼盒 都没办法 就是很大的 一大也没有办法回收 没有办法挤压回收 我本来都想说算了 我就留下来当首饰 哪来那么多首饰 放不满 放到后来就 对 钻石放不满 所以你看你们通通用纸盒妆 对 这是符合环保的概念 等一下通通被我弄烂掉了 纸盒 然后三层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 对 三层的 对 你看纸盒又可以回收 多么完保 对 多好 好耶 好 不错 来 看一下 对 然后这个是在洗饼的部分 对 另外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婚纱状 婚纱状 你们真的 你们一条边真的编很长 好 先给大家看盒好了 对 来看看 这洗饼的 不是洗饼 婚纱的一个 还有给它一个盒 对 木盒 对 木盒这样挺好的 很精致 然后里头 这个要拿出来看 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 我觉得跟我们传统以前的 这种婚礼相本 差好多 以前都一大本 很大一本 然后手是没办法 手会扭到 然后你看这个 还可以这样打开 芝麻开门 然后里面是 这个棒 非常棒 非常棒 放在家里头 你也不用相框了 我觉得这个是跟以前的 传统最进化最多的一个产品 差好多 对 然后两边都可以翻开 你看 对 Paul 有没有想结婚 看到这个就要有对象 对 赶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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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就是这样子还蛮可爱的 对啊 而且这样会比较容易 还会真的 纯真的去翻 以前那种大本的 对 后来都放到床底下 因为太难翻了 放到手翻掉 还有人那种在那个婚礼线上洗了好大一张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 放大照 那个真的回家也很困扰 对 很困扰 因为我还听说本来想说可以放床头嘛 结果后来 后来他你知道算命的说不可以放床头 没错啊 因为这样会离乎 好像不好 那你到底洗那张要干什么 就是莫名啊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不是非常可爱 所以这个也可以交给Colly去布置 对 这个布置起来也是蛮可爱的 对对对对 很有效果 你放在那边要给大家看 对不对 而且提到喜饼 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我就突然想起来说 其实我最近自己收到很多喜饼 都是不是以前那种老牌的那种 听得出来 都是类似那种自己手工做的啊 或者是以前你想不到的 只是一个喜饼店 然后他就买他的商品来当做喜饼这样 其实都还蛮好的 像你们这样新式的喜饼 大家接受度高吗 基本上因为来到我们饭店的人 通常也都是喜欢主题式的婚礼 因为我们的宴会厅都是主题式的 对 所以新人对于听到蛋糕觉得 接受度比较高 跟以前不一样 对 然后再来是手工饼干 因为这个手工饼干 它是完全都是奶油 纯奶油制成 没有擦任何的水 所以它的奶香味其实都很重 而且不容易坏 好浓 对 刚好这是乳酪的口味 所以更浓 我也好想吃喔 所以其实他们听到说 也是很养生 然后这个又是很创新的 对 所以他们接受度算高 对 马好 因为以前喜饼就是吃一堆饼干 但现在这感觉就是早餐又可以吃 你就不要放在那边 而且有些变化啦 有些变化啦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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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现场的布置 还有一些洗饼啊 还有这些很特别的婚纱之外呢 其实婚纱罩也有很特别的 你看有其他的比较特别的 对 然后那朱莉安手边有一些 对 对 可能最近韓风比较流行 所以你都知道韓国男性 好县日吉 也没有啦 韓国男性都很喜欢展现身材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是我们最近发现 蛮多新郎官月印展现身材 比新娘子还要骚包的 真的喔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不是那新娘在后面 应该帮她把重点部位马赛克啊 男生不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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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现在这个尺度很宽 对不对 Paul你愿意拍这种吗 这种以我们 我们愿意拍 但没有人愿意看啦 不会啊 我们还是拍这种传统 这种遥迟远方 你看 对 我们的草地上那种 对 望向未来 然后互相讨论 望向未来的这种 这种传统的比较适合我们 所以那种搞怪的 那男戴女妆总可以吧 这好可以啦 那应该没有看过那么大号的女生啦 没有看到那么大号 穿不下那么大号的婚纱啦 对很可爱 那朱连你还有看什么 比较特别的婚纱吗 再来是 这个新人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叛逆一点点 他是到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还有 那种废墟 废墟的那种 我们会说废墟 其实是只是鬼屋 真的啊 真的是 新人特别挑选的地方 挑了一个鬼屋去拍 可是这个鬼屋看起来还蛮干净的 但其实他下面真的是 都是全部都是垃圾 真的 对他可能有稍微稍微清理了一下 真的所以新郎是游民是不是 他们算是蛮有个性的一对新人 所以他除了去废墟拍之外 他还有一个厉害的武器 所以他拿了武士刀 一般这种不太吉利的动作 有人觉得说刀刀刀刃 有人就要去用百无禁忌 对这对新人没有什么禁忌 对 所以很特别 对不对 太有趣了 好这个是特别的婚纱 不过呢这个拍婚纱也是学会 我之前还有听过 Junia有听过吗 就是很多就是朋友会摄影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套礼服 或者是家里头 比较正式一点小洋装 像你今天穿着就很适合去结婚 还没啦 找一个 帮你拍一下 然后就 然后稍微弄一点造型 其实蛮好的对不对 对因为像自住的时候拍的婚纱 应该就是比较轻便 对 然后很可爱 短的婚纱穿个球鞋 然后要边玩边拍这样子 那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的懒人包是 最近另外一个商机是我们发现说 很多时候拍婚纱要很多小道具 譬如说我要有什么喜字 然后我要有眼镜 然后我要捧花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有新人会去租这个懒人包 里面有13种小道具 一次都给你 然后让你怎么去用 不要变魔术了 对 对 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商机 反正我拍完了 或许之后还会有人想用 我就租给他 对 所以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这个结婚不一定要花大钱 对 我们可以用比较精简的方式 因为很多人都说拍婚纱之后 以后就是很大一本 然后你也不会常常拿出来看 所以还蛮伤脑筋 所以神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后拍一些自己平常会拿出来看的挺好的 对 那最后还点时间 Paul你要不要给大家一点建议 如果六月真的想结婚的 你会怎么推荐 第一个因为我们最近真的很多 不管是艺人或主持界的朋友 都要结婚 但是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说 因为太赶了 太急了 所以时间上可能准备的不是那么充裕 然后造成不是自己的负担 而是两遭双方的负担 可能女生觉得说你太匆忙太匆处 男生觉得说你要这个急 所以尽量把这个时间跟准备时期 拉长一点拉久一点 就是说婚礼以后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再急于一手 慢慢的计划慢慢的规划 有时候也可以找Corey 或Ginny这种的来替你帮忙 然后多一些咨询的工作 多听一些意见 这样子的话 因为毕竟婚礼只是一生只有一次 也是一次以后 结婚以后也是一辈子 好好的规划 总比你急着规划 然后造成双方的一些什么误会 或是争吵 好的来的好得多 那Corey呢 其实还蛮多麻烦事 交给你们就OK对不对 对啊 其实我们都开玩笑说 新人只要当天到场就好 其他我们就会 帮他全部处理好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条编 编很长的 Julia 像大家说的 其实婚礼的准备 其实是很繁琐的 所以来到这边 同时同地 想要很多专业品牌的服务 让新人是在那个很愉悦的气氛下 筹备婚礼 其实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然后把这些很多杂事懒单身上 到时候变成一个负担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一个痛苦的 对 所以呢 其实今天听下来就发现说 其实结婚可以开开心心的嘛 不一定要吵架 对不对 我身边听到好多人 这个筹备婚礼的时候 吵到直接发现说 都是为了细节细节细节 还有那种钻件 丢在桌上的那种 有必要吗 不需要 我们找Kory 我们找Julia 然后我们找Paul一起去拍婚纱 远方 远方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 希望大家如果要当六月新娘的 或接下来有结婚计划的 希望这集对你很有用 同时谢谢大家的收看 富一向前撑 我们一起来当大富翁 大家下回再见咯 拜拜 谢谢 拜拜